尽力投好每一球 然後為支持我的人 加油這樣子 抱歉然後現在又 有落淚了這樣子 曹錦輝落淚認錯 知道我錯了 他們是真的有問嗎 你是要玩還是怎麼樣 可是那時候我就已經在他們講說 我就是沒有興趣 我不會忘 既然沒有答應 當然就不會放出這個東西 曹錦輝認了 蘋果昨天在美國專訪曹錦輝時 他認了2009年黑巷事件 曾和主頭接觸 他有什麼性招待 就是大家虧 你就用你來虧 那其實都很難聽 但是你事實上那時候 狀況是怎麼樣 當時其實情況就是 就是出來玩 然後也沒有談到那些東西 就是跟那些出來玩 都是跟打假球的那個 是跟那個沒有關係 當時就是貪玩 然後牽連到這些事情 回想過去荒唐的大錯 曹錦輝心中至今很後悔 也認了錯 因為我知道我錯 就是別人可以講我 只是可以 對 因為畢竟自己犯錯了 對 就是很對不起自己走遭的 這樣子 曹錦輝以贖罪的心情 面對曾經愛護他的人 還滿難過的 就是當時沒有幾次好的人 然後也影響到了中華職棒的球迷 然後支持我的人 愛護我的人 然後造成一些傷害 然後非常抱歉 非常對不起他 然後一直到現在都還是很危險 面對新的機會 新的挑戰 曹錦輝以根深的情情去迎接 以前的事情造成給大家的傷害 真的很抱歉 對不起這樣子 然後我現在就是會盡力投好每一球 然後為支持我的人 加油這樣子 東星文 美國報導